我们说佛 就是接受佛陀的教育 目的何在 目的是要成菩萨成佛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成菩萨成佛 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 六道轮回的问题解决了 四圣法界的问题解决了 真的救了 回归自信了 虽然回归自信 无名习气没断 暂时驻舍暴徒 舍暴徒里待多久呢 一般大臣经上讲 三个阿森奇迹 但是我们相信在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会大幅度的缩短 可能 一个阿森奇迹都不需要 你就能入庙去为了 这个好处 是弥陀加持的 弥陀怎么加持 我们现在得的这个经 法大事院 第六 第平坚 四十八月 这四十八条 我们只要一往生到极乐世界 每一条都是我们自己 你这才晓得 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有多大 有多么殊胜 其他宗派 法门 都没有这么殊胜 那是恩对恩对恩的 这个地方 只要我们真信 我们真地有愿 想去 问题就解决 欧阅大师在药节里面 讲得好啊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 信愿之有 我们有强烈的信心 强烈的愿望 往生尽头 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那你决定得生 生到极乐世界 品位高下 那是你 念佛功夫的前身 前身不是多少 这个要注意 前身受破了 就是放下 你放下的多 你往生平位就高 放下的少 往生平位就低 就这么意思 功夫在放下了 不再执着了 不再分别了 身体住在这个世界 就像我们今天 住旅馆一样 旅馆样样可以受用 但是没有一样东西 是自己 你不会留念它 明天走了 干净流 就离开了 你说这个都潇洒了 我们要学着 离开六道轮回 离开搜婆世界 就像我们旅游的时候 离开旅馆一样 那个评委就高了 所以看破很重要 看破是智慧 放下是功夫 看破帮助你放下 放下帮助你看破 那佛法的秘诀 就在此地 非常简单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就这么回事情 要勇敢的放下 不要拖你带水 放下之后 智慧就开了 你才晓得放下的好处 放下的智慧 放下的智慧 放下的智慧